在日前 Telltale Games 公司公布了 《猪肉記公園》的遊戲作品 即將在今年春季發售 並且公布了長達11分鐘的遊戲遊玩影片 讓玩家能一窺遊戲的內容 在1993 年上映的電影《猪肉記公園》 是第一部廣為使用電腦繪圖來製作動物的電影 並成為電影特效上的一個里程碑 在當時帶來的震撼感 讓系列電影作品一直都有很高的評價 而這次所推出的遊戲作品 將會重回當初的感動 將以電影第一集的內容為基礎來製作 玩家要在各種凶暴的恐龍威脅之下存活 並且解決各種事件 另外此類電影的相關的遊戲作品 都會搭配電影檔期一起推出 所以一直在謠傳中的電影《猪肉記公園4》 上映日期也即將到來了嗎